如果你是用電動牙刷的話 你幫我打加1 用普通牙刷的話 幫我打加2 我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 我是肯恩 我發現我最近身邊很多朋友 竟然都有在用電動牙刷 我一直以為用電動牙刷的人都是很奇怪的 我發現有人最奇怪的是我 如果你是用電動牙刷的話 你幫我打加1 用普通牙刷的話 幫我打加2 我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電動牙刷 vs 普通牙刷這兩個幫派 其實是真的沒有什麼好吵的啦 我決定我直接call我一個電動牙刷派的朋友 問一下他的使用感 so go ok 因為疫情關係不能見面 所以我們就打電話啦 喂 啊 欸 我想問你哦 你是不是有用電動牙刷啊 啊 是啊 你用幾久了 哦 用啦哦 幾個星期一個月吧 有流牙水嗎 哈哈 沒有耶 我沒有啦 哦 這樣真的是刷比較乾淨嗎 因為你看啊 我用手刷啊 也是可以刷乾淨的嘛 我不用理會不會這樣啦 因為我用普通牙刷喔 我刷完然後 好像我掛那個牙齒喔 還有努力的 然後我一用電動牙刷就很乾淨了 你回得去普通牙刷嗎 然後我可以不要回到你不要回頭 然後 而且一直流血 欸 因為我用普通牙刷 我的牙刷就流血了 它是用震動的嘛 用普通牙刷的話 你是用你手的領域嘛 所以就會擋到牙齒啊 哦 OK啊 我知道了 OK 謝謝你 哈囉 欸 得空嗎 得空啊 怎樣啊 欸 我問你 你是不是有用電動牙刷啊 真的好用嗎 講真 本來剛開始我聽人家講說 怎樣隔離啊 怎樣刷好用啊 就是用了之後其實OK啊 而且 越用越好用啊 哦 真的有比較乾淨沒有比那種普通牙刷 好像會有 因為有些地方喔 你知道我們刷牙要少塞的嘛 對啊 不是左右左右上下上下的 然後它有一些地方它就可以轉 然後就 你的收視是不對的 你刷不到的地方 它刷得很乾淨 OK OK 你要做我 你要買電動牙刷啦 對 我就是要買 我買了啦 其實 然後我就在想 不敢try 你有沒有我覺得 欸 我有 一支Extra 你要跟我買嘛 啊 收淘寶買過了 收不到 收不到 你 你要做我 哈囉 我call到一個直銷的朋友是不是 OK 那今天會拍這個影片的目的呢 就是因為 我買了一個 139塊的電動牙刷 它就是 Aurora D Smart Sonic 電動牙刷 因為我是第一次用 我真的是不懂自己用的習慣沒有 所以我就不要買這樣貴的 怕到時候我用不光啊 不喜歡啊 我就直接丟一邊 這樣子很浪費 我也建議大家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喔 真的是不要買這樣貴的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的三分鐘熱度 到底有自己熱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個 看看它到底怎麼樣 黑白色的啊 很時髦喔 那個外觀 哇 很美耶 喂 它就是長這個黑色的 然後它頭的啊 是白色的 哇 這是真正的一個開箱 你知道嗎 我很久沒有這樣子拍了 OK 這個是它的刷頭 我剛才睹上去的時候我就按到了 OK 認真的它是長這個樣 能focus嗎 從外觀上面來看 你看這支牙刷就是一個字 SRI 全黑色的minimalist簡約封 配上mat的磨砂質感 它不會滑手 指紋也不會硬上去變油油 圓圓潤潤的身體喔 握起來也是順手的 附送的刷頭喔 黑色穿白色 刷毛是細細軟軟的那一種 不會刷到你痛 底部呢就是通電口 誒 不用怕進水壞掉 整個牙刷都是IPX器 及防水 所以刷完牙直接拿去沖洗也是OK的 中間那你按一下就是換去不同的智能模式 每分鐘可以增40千加money 細美 那其實本身有五種模式 第一種就是清洗 然後美白 然後這是for sensitive 牙齒的 然後有一個polish 還有massage 這樣續航能力喔 其實就是你每一天用兩次的話 它是可以耐三個禮拜喔 OK 現在來測試刷牙時間 我的第一次電動牙刷出題的 先給它 用醬多啦 夠了夠了 不要掉了 我忘記看水喔 很神奇耶 什麼感覺來講一下 有恐怖的 其實我好像有一個東西在裡面海泡這樣子耶 然後你手也不用講中的喔 會怎樣 不會耶 有力耶 不會耶 爽沒有 真的會有啊 很醜耶 很恐怖喔 看著鏡頭 很醜耶 首先我想講的就是喔 我一開始以為它會痛 原來是不會的咧 我就一直以為電動牙刷 它是不能夠控制力度啊 所以當你放到那種敏感牙齦的地方的時候 它會痛 但其實不會 唯一讓你覺得不舒服的地方喔 就是 當你刷前排牙齒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 Gly Gly的Feel啊 就是 好像有人一直在你牙齒那邊 G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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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了喔 其實你也不懂你自己有沒有做好啦 但是你用它的話 就是會震動來提醒你 是時候要換邊了 簡單來講咧 它就是把我們的牙齒分成四個部分 一二三四 左上三十秒 左下三十秒 然後右上三十秒 又下三十秒 整個嘴巴夾起來就是兩分鐘 OK 那接下來我會繼續用它一個禮拜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使用心得 OK 今天是我用這個 Alradi Smart Sonic電動牙刷的 第六天 反正就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我的感想就是 真的是回不去普通牙刷了 OK這樣講吧 我一開始從這個普通牙刷 換去電動牙刷的這前兩天喔 真的是很不習慣 一直想要換回去普通牙刷 但是想到要拍這個影片 我就堅持下來了 它的最大差別就是 就是你從一開始普通牙刷 你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左右手動 這樣子來刷的 變成你手不用怎樣動 你只需要等它動 然後你就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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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位置刷 但是用電動牙刷 真的是可以刷到 你平時用普通牙刷 刷不到的地方 就是特別乾淨 就連裡面和裡面的一顆牙子 它都是可以刷到 而且它不會痛 真的是有一種 連牙縫我都覺得 現在很乾淨的感覺 好啦這個就是我用了一個禮拜的使用型的 我覺得接下來我也是會繼續用它啦 可能一開始當你用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有沒有這個感覺太奇怪了 想要回去普通牙刷 這是正常的 因為無論你是剛學一個說話的方式也好 剛學一個習慣也好 剛學走路游泳都好 剛開始都是很奇怪的 因為萬事開頭難 最後如果你想買這支電動牙刷的話 139塊 包括兩個替換刷頭 然後我就把link放在caption那邊 你們自己點進去啦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